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压法牛财经台的收市快递 我是钟怨婷 中港服市北水恢复流入 全日过千亿成交 比上个交易日多超过六成 恒指高开一百零九点之后反复向下 尾段回稳 以全日高位收市报二万四千四百点 升一百三十九点 国企指数收市报一万零三百六十五点 升五十点 鸿岸新区概念继续热炒 相关股份在A股市场集体涨停 至于在港股这边 同类的概念股早段继续有资金追捧 不过后来大摩潑冷水 指市场过于兴奋 曾经急升近两成的金与股份 升幅随即收窄 收市升一成 其他包括天津港发展 宏泰发展 以及北京控股等等 亦都跟随大市高开低走 天津股回吐 资金接力流入其他建财股 中财股份急升一成 马杠和安杠亦都做好 另外联通招造停牌 市传集团最快在日内公布运改制方案 中电商受到消息的刺激升上三个月高位 A股受惠红安新区概念 假期之后做好 上证指数以近全日高位收市 收报3270点升47点 深城指数同样以近全日高位收市 收报10627点升198点 创业板指数收报1943点升35点 汇深两地成交增加超过两成 有5763亿人民币 今天的收市法第先看到这里 约定你,明天见